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期待写银行的陈杰 陈经理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其实期待写银行 除了价钱选择重要之外 其他的考虑因素也非常重要 陈经理您好 您好 夏琳 其实期待写银行 大家都想要知道 怎么去做选择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 就是价钱 价钱应该要怎么样去区别呢 价格其实要包含好几样东西 就像我们公司 它的期待有处理 有的公司不处理 那不处理的公司 肯定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处理费就要2600多块 所以它如果不处理的话 它报价一定是便宜 所以不能说单单比价格 有时候很多期待写公司 您要看说 您出的这个价格 究竟得到的是什么 就中国有一句话叫性价比 所以要了解一下说 究竟是什么 那期待写的储存 这个价格就包含说期待写 然后我们公司还有期待 那一般来讲我们有20年储存 有40年储存 您可以一次付20年 也可以一次付40年 您也可以选择说 我每年分期付款都可以的 OK 所以其实选择性非常多 可是在选择性之外 必须要了解到你今天付的价格 内容包含了什么 我们先从最common的来讲 最common的大部分 准妈咪选择的应该是哪一种呢 在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绝大多数的客户 其实是选择期待写 和期待同时储存 而且最多的客户 她是选择20年一次付费 那我们20年一次付费 是6920块 包含了20年所有的费用 所以妈妈们就不用担心 说20年之内通货膨胀 怎么样怎么样 就不用担心 但是也有很多客户 选择40年一次付清 那40年其实我们公司已经有44年的历史 所以我们40年是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 那40年的话 我们现在是10,1100块 所以这个40年一次付掉 也可以的 很多父母选择这一个 那他们也可以选择说 是每年分期付款 这第一年的话就比较少一点 3240块第一年 然后以后每年 他们就付一个储存费 储存费的话是300块一年 这个是包含了期待血和期待两种 那单单期待血 价格差不多是这个是一半 所以要便宜很多很多 OK 可是刚刚其实你有提到嘛 因为储存期待跟期待血 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 而且储存期待 你有做一个期待的分离 那个是费用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对 全部包进去了 那期待就分要处理 要提取这个干细胞 然后再帮您储存每一年 在零下196度的液胎蛋 就像我们上次提到 有的公司并不是用零下196度的液胎蛋 它用的是氮气 那氮气的成本又要比液胎蛋要便宜很多 但是氮气的温度并不是像液胎蛋 那么恒定的温度 液胎蛋是零下196度 基本是不会变的这个温度 那您存进去 在这个温度里面 它就保持了这个恒定的温度 那现在美国的卫生部 纽约的卫生部都推荐说 你要如果要永久保存的话 是希望能够存在液胎蛋里面 可以得到永久保存 那氮气呢 因为是一个气态状态 所以您盖子开开的话 它的温度很快就会变热 所以它会上下浮动 其实这个温度来讲就是会改变的 所以这个温度的话 你在干细胞就有可能 它表面有可能会结晶 干细胞表面结晶的话 这个细胞很可能会破裂 所以其实是液胎蛋 是更保证一点 至少它的温度是恒定的 来不像气底 因为你要存要拿 一定是要开开关关 开开关关的嘛 就像你开电冰箱一样 一开了冰箱 总会有一点气底被蒸发出来 是你没有办法感觉到的 虽然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说 气态也可以永久保存 但是很多公司 它选择液胎蛋保存 因为液胎蛋呢 在你没有那个电源 如果是断电的情况下 这个液胎蛋保存也更稳定 因为氮气是非常非常的 dependent on那个电风扇 要来吹那个气态 但是液胎蛋就没有那么dependent on it 它是一个恒定的 对 它是一个恒定的温度 I see 那当然啦 很多父母会觉得 选一次性的把气态跟气态血 一起储存这样的方式 20年是6900元的这样的价钱 对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 其实如果没有要做到 脐带分离的这个动作的话 价钱可以少一半 为什么一定要做脐带分离呢 没有少一半 但是会少很多 少很多 对 因为脐带分离 提取这个肝细胞很重要 因为您最后说到 为什么要储存 最后就是用这个肝细胞来治病的 那脐带组织本身是没有办法 来直接治病的 治病要用的是 这个肝细胞来治病 我们所谓的储存期待血 跟储存期待 其实全部都是储存肝细胞 这个肝细胞储存下来 它可以在人体里面再生 我们再造我们内脏器官的功能 再造我们内脏器官的细胞 再造我们的血液系统 再造我们的免疫系统 全部都是一个再生的功能 那如果你没有提取这个肝细胞 就像我们身体里面一个皮肤 一个组织 你再去拿来给自己身体用 怎么用 就是没有一个再生的 可以直接使用的这个功能 所以其实它没有分离 这些肝细胞的公司 它后期还是要再分离 其实这个价格是 我们叫隐藏价格 就是它后期使用的时候 它还要再去分离 然后客户还要再来付费 然后您也不知道说 这个分离会不会成功 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分离会不会成功 因为如果只是储存期待的话 有可能就是我10年 20年事后需要用的时候 这个分离会不成功吗 有这个可能 因为医学上的东西都有可能 没有一个医生可以guarantee 那每一个人的再生能力都不一样 也有可能说你20年以后 你拿出来来分离这个肝细胞 分离出来的量太少 然后要再增生 增生的能力不够 您就最后不够量来使用 因为您这个后期 全部都不知道的 对 太多的未知数了 所以最好还是 今天把旗带取决出来之后 把旗带干细胞 一起把它先做分离的动作 也确保如果以后 真的万一需要用到的话 你已经储存在那边 可以马上拿来使用 因为您已经 既然已经付费了 就是想买一个安心 那您存下来 您要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安心 您是不是可以使用 您储存了是多少 就像我们银行里面去存钱 我们存进去多少钱 今后可以用来做保证的 究竟是多少东西 所以您要知道这一点 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疾病的话 我们不能等的 我们历时三刻 因为你最后萃取 您最后再来培养 这都需要时间 所以如果您万一不成功 您再去找 你这个都需要时间 美国有50%的人在等 找不到配对 所以我们这方面 我们既然是买一个保险 买一个安心 您就要知道说 您花了这个钱 您是不是买下来的东西 可以让你知道说 我今后要直接使用 我手上有这一份报告 我可以拿去跟医生讲 我有这点兼职肝细胞 期待的兼职肝细胞 我有这点期待血的造血肝细胞 我现在得了这个疾病 您可不可以直接来使用 这个是很concrete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手上 就像我们银行存钱说 我存了一万块钱 我存了一万块钱 我这一万块钱 我今天要买一个 什么电视机 什么东西 我就可以直接买来 否则你就说 我存了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电视机给我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付得起 一样的道理 口说无凭的意思是 一样的 所以准父母们 应该要非常非常小心 当然每一个期待血银行 都会说 我今天有一个这样 期待还有期待血的这个kit 你这样把这个kit 拿去给你的医生 妇产科医生 他就可以帮你 把什么今天办妥当了 可是其实这个kit 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 这么多期待血公司 你要我去看 我也看不出来里面 器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样做分辨呢 这个kit 其实整个收集 储存 处理 这些过程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就像我们加州天气还算好 你如果运到外州 运到Arizona 热得不得了的地方 你路上很热 如果这个kit 没有一个热稳定性 那有时候真的在车子里面 这个温度会非常非常热 那这个干细胞会受温度的影响 你温度改变太大的话 这个干细胞的活性什么都受影响了 所以我们公司家庭期待血公司 它的这个kit是专门有一个专利 就是有10小时的稳定性 那个温度稳定性 然后我们公司我们在加州 那加州的客户都是几个小时之内 就到公司的实验室 对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稳定性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们要把它存在液态氮里面 可以淋下190度 让干细胞可以很好的存活率 在这个里面才可以让它不会那么容易受损 因为受损的干细胞是不是就不能再复活 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对 其实干细胞是个很脆弱的细胞 真的是个很脆弱的细胞 它这个细胞膜我们都知道是很薄很薄的细胞膜 那它对温度是非常的sensitive 曾经有一个报道说 它温度有两度的改变 它的细胞膜就会结晶 那是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 那您想如果 所以我们说医生在医院收集完以后 这个盒子不要放冰箱 为什么不放冰箱 因为温度会改变 从冰箱里面再出来就温度改变 温度改变对干细胞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就说放在室温条件下 那就不会有两度以上的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的话让细胞膜结晶 细胞膜就很容易破裂 这个细胞膜一旦破裂 这个细胞就没有用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delicate的 因为当然原始细胞 因为我们所谓的干细胞就是原始细胞 就像刚说出来的baby一样 非常非常脆弱的 非常你要用全心全意的去合护它 当然有很多准父母呢 他们是飘洋过海 来到美国想要生小孩 可是生完小孩之后 他们也想要储存取代血啊 到底是要存在美国好 然后把取代血运回中国 还是只要把取代血储存在美国 以后要用的时候再拿回中国呢 这样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陈经理继续告诉您 许多爸爸妈妈飘洋过海 来到美国生小孩 当然啦 选择期待血银行 也对他们考虑要素之一 那我想要请教陈经理的就是 如果今天爸爸妈妈来到美国 想要生小朋友 可是期待血应该要怎么储存呢 因为娃娃呱呱落地之后 期待跟期待血就要卯像保存下来啊 是要在美国存呢 还是存下来之后再带回中国 一般都建许说当地保存 因为你如果没有经过处理这个期待血 长度拔射的运送会影响到这个干细胞的活性 所以最好是越快处理越好 那我们这个温度要恒定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是建议在美国保存 那小孩子将来如果万一不幸在中国需要用到 我们可以运到中国去使用 也可能小孩子会到美国来念书 或者到欧洲去念书 或者全家移民到美国都有这个可能 但是美国保存的环境确实是比较稳定 比较stable 而且美国说老实话跟中国相比 我觉得是监管机构要多很多 因为美国不单有FDA医药管理区的监管 有美国血库协会ABV的监管 美国有加州卫生署的监管 有很多监管 那他来米公司检查都是突击检查 他不会announce 所以他突然间就来检查了 那你公司得到的认证越多 那你这些监管机构就越多 然后来突击检查的就越多 机会就更多 对 就更多 像在中国 我知道有中国卫生部的监管 中国有很少公司也拿到了AABB 但是这个是很少很少公司 大部分公司没有那么多的监管机构 所以有些东西的保存 就不知道这个质量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可能是很好的 在美国我们知道说 美国这方面因为FDA管得非常严格 ABB管得非常严格 所以大家都小心一上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透明 有什么认证是一定需要的 什么资格是一定可以承认的 那在我们妈妈如果在美国生了小朋友之后 回到了中国 哪一天如果真的很不幸 当然机会 当然希望机会很小 需要用到这个期待血的时候 医生要怎么样去来 approach我们的家庭期待血银行呢 一般来讲 我们在美国的医药管理局 有很严格的规定说 这个期待血造血干细胞的release 我们怎么样拿出来使用 不能说今天哪一个人说 你把这个干细胞给我 我们就给你就不行的 它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不单单是期待血 还有期待的间质干细胞 都是非常严格的规定 所以像期待血 我们首先要医生 他有一个疾病以后 他要有一个diagnosis 他有一个诊断书 他这个诊断书出来 医生然后一般像要用药 他要开一个处方 他也会要开一个处方说 你有这个期待血的造血干细胞 或者期待的间质干细胞 他有这个处方书 那这些东西都要到我们公司来 然后我们公司要评估说 这个医生有没有这个资历 来做accreditation 来做这个移植 这个医院有没有这个资历 来做这个移植 都非常有一定的要求的 不能说哪一个医生 他没有这些执照 他就说 我就给你要来做这个东西 是也不行的 所以有一定的要求 那在这些要求之下 当然您是等于是为他们把关 要把这个期待血干细胞送出去 可是您也提到了 医院有没有做过这样期待血的移植 是你们考虑的因素之一 另外一个医生有没有做过期待血的移植 也是你们考虑的因素之一 你们团队里面是不是就是有医生可以去 所以是真的 所以我做期待血公司一定要有医生把关 这个是FDA的规定 OK 所以一定是要您的家庭期待血银行里面 要有一位期待血的医师才有办法评估 另外一位医师到底能不能做期待血的移植 对 尤其家庭期待血公司本身在美国 就是极少数极少数的期待血公司是医生开的 那我们公司的创办人是美国的两名著名的医生 他们那个Dr. Sims跟Dr. Rooseman 他们很有名的创办了这个期待血 而且他们也做精子库 做成美国最大的精子库 所以而且我们公司自己 还有期待血干细胞移植科的医生 也在我们公司认知 所以这方面是有很多很多经验 我相信我们公司很多步骤 之所以选择了那么严格的步骤 就包括我们公司选择液胎氮 没有用氮气 那我们公司收集期待的时候 我们那个小的一个杯子 收集期待的这个杯子里面 还有一个抗菌素的液体 很多公司没有的 这些都是跟医生来把关有关的 当然还有像您刚刚提到 这个收集的kit里面 它会保持至少10小时的温温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医学领域上面 医生才会注意到 这些非常非常细小的细节 那因为哪怕只是一个这么微小的细胞 细胞膜破裂 他都觉得好可惜 因为每一分每一毫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这个是很关键 我们公司为什么选择液胎氮保存 就是因为液胎氮它有这么一个恒定的保证 如果万一断电的话 它这个液胎氮大家都知道它就比较稳定 不会像有氮气有这个危险性 然后像那个我们的抗菌素 如果说这个脐带收集的时候碰到一点点细菌 在路上有一点点的细菌繁殖 那这里面有抗菌素在那里面就可以保证 这个东西要质量好一点 所以很多细小的细节 一般的爸爸妈妈在买期待学期待的时候 并不能了解这么透彻 说老实话 大家很多妈妈说 我自己回去看一下就好了 但是不一定看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需要比较专业的讲解 因为这个是很深层的东西 我一开始看我当然是先看价钱 然后我就解销钱 这个价钱这个价钱 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 大概就看一看 不可能会这么仔细的想到说 这有10小时的保存 然后到底是液态氮还是气态氮 对不对 然后有什么抗菌素 这些我可能都不太会考虑到 当然家庭期待血 好像有很多名人都选择了 把他们小朋友的期待血 跟兼职干细胞 储存在家庭期待血银行里面 对其实我们每年有很多医生 很多科学家 自己搞干细胞研究的科学家 很多富士 很多名人都选择我们公司 一来我们公司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1977年就成立到现在 对很久了 然后二来呢 他们有的医生本身就懂这些东西 他知道说 像我们有一个肿瘤科的医生 他在国内是专门给癌症病人治病的 他很多癌症病人里面 就是有白血病 有各种血癌的病人 所以他就亲眼看到说 如果储存了这个期待血的造血干细胞 不要去受那么多的痛苦 一二再再二三的化疗不成功 而且没有希望 如果说你有一个期待血造血干细胞 保留在那边 你知道说我如果别的治疗不成功 我至少可以拿这个干细胞出来 可以来治疗 我有一丝希望 我也不需要说满世界去找 万一如果找到的东西还跟你不配对 即使是兄弟姐妹有时候找到的 还是会不配对 所以自己的东西 你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要用 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 我用在自己身体里面 身体不会有任何的排斥反应 我一下就接受 然后就可以来代替我已经损坏掉的 这些造血干细胞的造血功能 跟自己的重建自己的免疫功能 所以自己是作为一个癌症科的医生 他就那个王辉利医生 他就自己非常非常清楚说 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不要去浪费掉 不要想着说我以后去找啊 或者我没有那么不幸啊 或者是有的想说 我有好几个孩子啊 这些其实这些理由都不是给你一个很保证的感觉 对都不是很solid 很solid 所以这王辉利医生 他就给我们写了证言 他就自己也保存了他孩子的期待血 因为他是第一线的工作者 他就看到这个情况 而且你想看他是总流科的医生 如果他知道自己小朋友 either有白血病或者是癌症的话 他当然是第一阵线呢 他会用所有的方法来救他孩子的命 可是他的选择就是储存期待跟期待血 对他一看到说我们公司不单有期待血 还有期待 而且现在很多研究已经证实 期待血跟期待同时移植 比单单期待血移植效果更好 所以他就毫不犹豫的 就把两个期待血跟期待两种产品 全部都保留下了 为什么他不选择在北京的期待血银行 反而要到千里条刀 在美国选择家庭期待血银行 对他也是就像我刚才讲 因为当地保存是最重要 因为他是在美国生 所以他就选择说 当地就在美国保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看到我们公司是医生开的 他看到我们公司的技术 液态氮保存 我们的干细胞怎么样处理 期待的干细胞也是提取 这个方面他评估下来 他觉得更放心 说老实话 我们有一些客户 他也知道说 他哪怕在国内生 他都想希望说 能够寄到美国来储存 因为就像我们最近 有一个客户在香港生 香港也有期待血银行 但是他千里迢迢迢寄到美国来储存 他宁可这样做 因为他对美国的公司更放心 因为说实话 其实我们美国期待血银的研究 还有临床实验 应该是比其他国家更有 跟国内来比 跟大陆来比 真的是要走得比较前面一点 因为说老实话 大陆的医疗保险 到现在很多小孩子 哪怕需要做这个干细胞的治疗 都没有cover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钱来做 医生也就不支持病人来做 因为知道说病人没有钱来做 所以国内小孩子 期待血做治疗 跟全世界来比 是非常非常的落后的这一点 因为他做得比较少 做得比较少的话 就很多医生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他就没有临床 没有临床的实验 对 所以很多方面 国内的网站 怎么样 他有受负面的报道 其实是跟国内的现实情况有关 但这并不代表 现实全世界的 这个期待血行业的情况 对 其实在美国的期待血银行 真的是比较先进的 当然所有的保证 还有认证也是比较齐全的 今天非常谢谢陈杰陈经理 来到我们的天下宗文台 跟我们谈到了许许多多呢 我们有关于 期待血银行的保存 还有他所有想要做完善的 这样的一个层层面面的 一个完整的保存率 到底应该是如何 如果您是准爸爸妈妈 或者是准妈咪的话 一定要好好想想看 其实今天 储存期待血还有期待 都是为您的小朋友 买一份保障 这个保障到底有多深 有多厚 到家庭期待血银行的网站里面 去看一看 或者是与陈经理联络 您就可以知道 其实期待血银行是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